今天我们来测评一下新版本将会陆续上线的四大新转盘 那转盘一个接一个上也不知道大家最近的钱包还鼓不鼓 那才打七艘混得好的就求个三连看一下实力 要是财神紧张的就求个免费的点赞 因为木槿一样在吃土 四大转盘先是我最喜欢的女船长的这个转盘 光是他SVD的改模就非常吸引我 细看整个枪身就是一艘战舰 就连瞄准镜也被改成了战舰的剑桥 角色也比较好看是我个人的转盘首选 接着就是僵尸转盘 听说这次的人物好像还是从端油组合包里面拿过来的 传说皮这次是二五和角色一样 充斥着不死足僵尸的那种特点 再改改颜色都有点全油之中夜王手下夜鬼的那种感觉了 当然这个转盘之中我最馋的还是这个藤棍 正好最近近战西服还加强了 三发要是能做就太爽了 下面是剑鱼的传说皮 走的就是电影海王里面的那种风格 枪头呢是一节三叉战 枪身上还吸附着海马 就连角色上都像海王里面那些骑海马的小兵 而且这个转盘自带的两个子弟也都还行 就是爆炸剧要是能改成ZRG或者Q33就更好了 最后简单讲一下刺客的新转盘 和前面一别整体看下来就非常一般了 人物和道具呢基本是改改颜色 至于枪皮嘛就看个人喜好了 那今天测评的这四款转盘你最想客哪一款呢 弹幕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答案